好的 李丹 在热影新片《宠爱》当中 六段故事都充满了爱和温暖 但同时又各有笑点 谁能想到温暖有形 超治愈的钟汉良养的宠物 居然是头家猪 杨子山更是要和二师兄爆发 要我还是要她的争宠大战 小丁的女妹啊 这头猪 因为大部分时间猪都是 很热闹到很乱哄哄的 你要住走定位 然后走来走去都不是最难 你要她完全不动 停在你身上 一起听你说话是最难的 好久年拍了好几个小时 我就真的 我就真的露露露露 就大家先休息 我就看能不能露到头去 她其实有点 有点想睡觉 大家都累了 就让她真的睡 我是不是就在跟你 这地方来 她会不会 所以就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了 我相信子山也更难 因为她是比我陪伴 那个小猪时间更短 所以她可能有点害怕 会不会 靠近的时候 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害怕的 对我记得有一场戏 就是猪犯的错误 我在跟她吵架 猪要老老实实的 就是站在那里 像犯错了一样 她就是一直在尖叫 就是发出了 就是杀猪般的嚎叫这样子 虽然小猪的尖叫 经常会吓到杨子生 偶尔她也会受到小猪满满的宠爱 有一些厉害的没有在戏里面 就是在 不要过来 不会过来 其实有几个镜头是八尺多多 几乎都已经 亲密到口水都在脸上 对因为她觉得好吃 除此之外 戏中钟翰良对她也是宠爱有加 杨自然笑称 这个戏中的男女关系 就是自己的生活日常 因为在这个戏里面 这个理想就是 其实很宠爱这个曲妃妃 对 曲妃妃就是比较 有主导性 然后就是比较有点 小蛮横的这种 对 这个可能就是 我自己的 我自己生活中 其实可能就是 大概是这个样子的 对 这么幸福 天哪 你不是吗 嫉妒 我觉得她对我 有点要好看的 才是我们第一次学会 我就想 她问我一样一样宠物 我说没有 我不敢说实话 我怕她记忆